胡仁与开拓者连续两年 在夏季脸赛中将于创下赌城夏连纪录 而且这一场比赛也是胡仁可能创纪录的一场比赛 去年赌城夏连就是胡仁夺冠 库司马在总决赛中 砍下三十加十代队夺冠 并拿下FMVP 今年夏连哈特被寄予后 不仅仅是队友认为他很可能拿下双MVP 就连NBA官方都发推支持哈特代队夺冠拿下双MVP 只可惜约时哈特在成为夏连MVP后 胡元拿下FMVP 因为胡仁七十三比九十一大败开拓者 这样也失去了二连冠 约时哈特在本届夏连场均得到24.2分5.2 篮板2.3助攻1.5强断 命中率47% 三分命中率41.5% 在总决赛前被授予了赌成夏连MVP的称号 都说与代皇冠比先成其重 夏连总决赛如此重要的比赛 哈特却很低迷 他全场仅达了23分钟 12中3 3分6中0 拿下12分2篮板2助攻 在第四节胡仁落后21分 哈特的情绪已经难以控制 他在末节吃到第二个技术犯规被罚下场 他很愤怒 除了他状态低迷之外 第二核心米哈伊柳克也很低迷 在半决赛中米哈伊柳克跟哈特都是击败骑士的最大功臣 但那场比赛20中12 3分11中6 拿下31分4篮板1助攻 但在总决赛中米哈伊柳克也隐身了 全场10中3 3分7中2 10分3篮板2助攻 这样的表现如何帮助胡仁取胜 哈特在半决赛中更是37分9篮板 原本以为这后场双核心 能击败平民球队开拓折 结果没想到在最关键的时刻 这两人都陷入泥沼 这场比赛开拓着打得很有整体性 他们首截就取得了13分的领先优势 而胡仁这边的进攻却很停滞 四截再输5分 比赛几乎就失去了悬念 最后被KJ麦克丹尼尔斯拿下17分7篮板 开拓着全队最高得分的球员 拿下下连总决赛MVP 这场比赛也暴露出哈特两大致命伤 哈特虽然在本季下连打两个后场位置 分位与空位 但哈特其实没有任何的组织进攻能力 他只能用于坎分与防守 在他遭遇包夹后 无法将球传到队友手中 他没有超强的大局观与视野 他无法成为球队真正的进攻发起点 他只能是终结点 这是哈特第一大致命伤 第二大致命伤是哈特的脾气 这次松决赛本就大势已去 哈特对队友的不满发泄到了赛场 最终被两次计犯吹发下场 他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要成为领袖 这是必备 实的一提的是 这是本季下连 他第二次被吹罚出场 联盟第一的存在 胡人这一群年轻人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库兹马 鲍尔 哈特 土巴斯 瓦格纳 米哈伊 柳克 邦家都有天赋 但他们应该对得起自己的天赋 而不是过度地挥霍的 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 取长不短才是王岛 文言小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